一个人的练球训练计划 很多老弟私信老婆说 一个人该怎么训练 咱们说句实话 但凡能这么问的 基本上都是真爱图球 这就跟谈恋爱一样 只要是智力正常的 里面看的都是行动 能被甜言蜜语带走的 都是傻白天 说破大天 行动永远比键盘案一样 来的真切 今天老婆就给各位老弟们 分享一下一个人 该如何练习带球的技术 带球是我们比赛中 最常用的技术 带球的技术也没有上线 只会越练习越熟练 这条视频一共分享了 八个不同的训练方式 一到四是带球的热身训练 五到八是进阶的带球训练 每个练习至少完成四组 像你一足脚不行的话 一定要多刻意练习 然后多说一句心法 一个人练习基本功非常无量 那可以把自己当对手 跟自己较劲 人嘛 总要有个目标或者加想 才能更好地提发你的战斗力 在做这些训练的时候 有一个原则 一定要保持自己的最大速度在练习 逐渐让自己适用一种 快节奏的踢球习惯 要把训练当成比赛的状态 这样无论是踢球的习惯 还是心力 才能符合比赛的节奏 一组高强度的训练效果 才能让你有明显的进步 OK 我是老胡 希望这些能帮到各位足球爱好者 我们下期见